夜十三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你好手好脚的 怎么能吃老女人的软饭啊 嗯 吃软饭 这就是你对我的判断吗 哼 夜十三 默默说的话虽然刺耳 但全是忠言 你吃软饭 真给你爹妈丢脸啊 哼 放心 今天谁丢脸 我都不会丢脸 别说这种大话了 都是年轻人 你比不上默默 更比不上金蓝的会长 听说男龄会长也是你这个年纪 但人家却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把一盘散沙的男龄重新整合起来 人家还得到了九千岁的赞许 可谓是人中之龙 你比起人家来 你的指头都不如 听我哥说 新会长不仅手段过人 还武功惊人 一只手就压制了王会长 何止啊 他人脉也相当广 你们没看到 将是朱家宋家乃是夜堂的人都来捧场了吗 是啊 连夜堂都这么敬重他 这新会长不得了啊 很快就能见到新会长了 我一定要好好看看 这个人中之龙长什么样子 开始了 感谢各位来宾 今晚是一个好日子 不过我知道 比起我的废话 大家更想早点看到夜会长的真容 现在有请夜会长上台讲两句 夜十三 你干什么去 大家这么想要见我 我总要露个脸吧 人家要见夜会长 你上去干什么 你以为你是夜会长了 没错 我就是你们期待见到的夜会长 你一个业务员 是什么夜会长啊 傻叉快回来吧 不然小心被我哥当场打死 不呢 这种场合也是你能乱来的吗 夜十三 赶紧给我滚蛋 不要害了我们 大家晚上好 节目夜会长 这怎么可能 夜十三 夜会长 岂不是说他是如意集团实际掌控人 这下我要完蛋了 这怎么可能 夜十三不是吃软饭的吗 不是靠着朱静儿作威作福吗 怎么可能是夜会长 哼这个会长怕是朱静儿出了不少力 默默 没事的 虽然夜十三比咱们想象中有出息 但这会长看似万众瞩目 实则凶险无比 保不住哪天就被人砍死了 你看看前任会长沈千山 几个月前还在叱咤风云 现在坟头草都涨一米高了 而且你别忘记了 你现在是大公司重点培养的网红 顶多三年 你就可能变成一线明星 你这个会长强多了 默默你别想太多 你的高度一定比夜十三要高 我将会动用一切关系和人脉 连手大公司 把你打造成最红女星 最多三年 你也会有这种耀眼的时刻 哼夜十三 你等着 我迟早会追上你的 我永远是你不能拥有的女人 老板不好了 一七行被警方查封了 什么 谁给他们的胆子 不知道那是我的产业吗 是朱先生亲自下令查封的 哎呀呀呀 红大哥 怎么了 哼他被捕了 红大祥 你涉嫌诈骗 祸害了不少人 你是时候进去了 夜十三 你小人得志 我们不就是以前瞧不起你吗 你至于这样打击报复 红大哥吗 哼 他还不够资格让我去打击报复 昨天碰瓷我爸妈的孙凤娇已经招供 他们是红大祥幻养的棋子 专门碰瓷 龙凤玉器行也搜出大量虚假发票 还有破碎玉石的来往账本 人证物证据在 红大祥犯罪属实 没有人冤枉他 哼 夜会长手可通天 瑜伽之罪何话无词 是不是冤枉你 到了警署就知道了 对了柳姨 李沫沫的公司合同 是我前些日子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那时候她没有在意 随手仍在一旁就没管了 你们如果不喜欢 我就收回吧 什么 是你的礼物 怎么可能 这明明是红大哥送的呀 李沫沫小姐 不好意思 我是云音公司总经理七曼青 我代表公司跟你解除合约 从现在起 你跟云音公司再无半点关系 一百万赔偿金五分钟内打给你 什么 你们要解约 为什么 你们不是很看好我吗 不是要花一个亿打造我吗 你们不要忘了 我可是有中海小神仪捧场的人 解约我 你们将会是重大的损失 默默 怎么了 云音公司要跟我解约了 怎么会这样 好端端的怎么会解约 不过不用他 你干爹跟云音公司熟 他肯定能解决的 你赶紧打电话给云音公司啊 问问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 这个不好办呢 夜十三 这合约真是你给我的 不仅是合同 我还是这个呢 什么 你是中海小神医 怎么会这样 我一直心心念念的人竟然是你 夜十三 我知道你是夜会长 能耐惊人 在南陵可以横着走 但不代表我红大祥就软弱可击 我背后也有人 你这样封我店铺 我告诉你 后果很严重的 我现在就跟我主子说一声 你就等着承受他的怒火了 红大祥 打电话什么事 萧小姐 龙凤玉气行被封了 他们现在还要抓我 对方现在点名 要跟我对着干 什么 哪个王八蛋这么嚣张 不知道你是我萧若冰的人吗 不知道 我们背后有汪少吗 告诉他 不想找死的 就有多远滚多远 别让汪少生气 萧若冰 红大祥既然是你的人 那再好不过了 他碰死我爹妈 你给我一个交代吧 萧若冰 怎么不说话了 你要装死吗 夜十三 你怎么跟萧小姐说话的 闭嘴 夜少是你这废物能叫萧的吗 夜少 从现在起 红大祥跟龙凤玉气行 跟我和汪少再没有半点关系 你该抓的抓 该杀的杀 我们绝无怨言 还有令尊令堂的损失 改天我亲自上门赔偿 什么 拿下 把人带给朱先生 刘依 默默 江湖路远 两家的情分 就此别过吧